闹了近大半年的张大义江帆董花花事件终于是在近日渐渐的平息了下来 虽然三个人的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但年轮将至董花花也是罕见了晒出了两个宝宝的金照 在董花花最新的文章中她表示称自己家的邻居养了一只兔子 儿子和女儿都喜欢的不行 从门中也不能看出现如今两个孩子都是与董花花在一起生活 而董花花的两个宝宝也是罕见的出现在镜头当中了 玩得不亦乐乎董花花本人也很高兴 可能孩子开心比什么都重要吧 只不过照片中并没有出现蒋凡的身影年冠将至 于情于理蒋凡也应该回家一家团员吧 不知道董花花是故意隐藏了蒋凡的身影 还是南方根本没有回家呢 虽然董花花过得不错 一双儿女也是很可爱 但是张大义近日也没闲着 就在近日她的新春最新写人照也是拍摄完毕了 看得出来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风波 但张大义的状态还是保持的不错的 即便张大义被冠上了各种不好的名头 但实话实说 她的确有着迷人的一面 其实对于这样的结果 大部分人也是明白怎么回事了 即便不爱了就好好分手 再怎么不爱董花花 你们之间也有着美好的过往 她也为你生了两个孩子 该补偿的就要补偿 之后再去找张大义 而张大义明知道对方是有夫之妇 还如此高调 说明这两个人的道德有问题 不去承担该有的社会责任 蒋凡即便离婚了 和张大义在一起 再美的网红也有被柴米油盐 和长时间的相处一久也够了 更何况花花还是有着一定魅力的前任 手里还有着两个孩子的继承权 以后的生活一定是无忧的 个人有差点 阿旨 是